他说你真的好厉害 他说我都怕死了 他说你随便你去告好了 李先生在杭州九宝华帽协城 经营服装店 店里有两小一大三张沙发 其中一张小的只剩下木架子 原因稍后会介绍 小孩子做来做去 脏了然后也没法拆洗 所以我就想着买个沙套 把它给全部套一下 看一下好看一点 美观一点就是 李先生说 当时他拍了沙发的图片进行搜索 询问了多家店铺 7月25号 他联系了天猫木漆坊旗舰店 这家他跟我讲究说 可以就是做这个沙发套 有一样的这个沙发款式在卖 就是目测图片看起来是一模一样 而且店家留下来 那个沙发图片上面 是一样尺寸的 李先生说 他根据卖家发来的尺寸图 量了一下沙发 尺寸吻合 卖家一开始说 沙发套不对外出售 后来又让李先生试试看 让他以油肺补差价的方式下了单 分两笔付了296块钱 李先生说 到手之后他发现 小沙发的靠背 沙发套怎么也套不上去 这个正面 正片这里相差两公分 这里宽度少了两公分 然后呢 这个后背这里同样也少了两公分 然后这个边缝这里少了一公分 这边也少了一公分 加后面两公分四公分 在一起总统少了六公分 我的疑问主要就在这里 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符合的 就唯独这一个是套不上去的 沙发套套不上去是一回事 现在怎么连沙发都没了 只剩下一个木架子呢 他就承诺说给我补发一套 我等了大概有一周多的时间也没有补发 后续嘛就我在联系这个商家的时候 他就说意思就是说 让我把这个沙发拆卸下来 由连沙发带沙发套一起邮寄给他 由他们厂家来帮我把它套上去 我当时想想嘛 我说也可以的 李先生说沙发加上沙发套 运费总共21块钱 可寄过去以后 卖家表示不知道沙发 不是他们店里买的 整心匹配不上 厂家无法重做 一开始说不能单独收售 不能单独收售然后又卖给我 卖给我尺寸不相符吗 又说是我这个沙发 不在他里买的原因 纯粹就是有一点推卸责任的这种 我希望就是沙发套给我套好 然后邮寄给我 然后承担这个退回去的运费就可以了 之前木七访旗舰店的客服 给李先生发过厂家号码 他联系厂家后 觉得对方态度不好 他一直在来讽刺我 他说你就去投诉吧 你随便你去投诉 他说有本事你去告吧 他说你真的好厉害啊 他说我都怕死了 他说你随便你去告好了 就是这样一个态度 记者拨打了这个厂家号码 工作人员表示 店铺也是他们的 算是资产自销 我态度还不好 我当时这么跟他讲的 我说不好意思 我说我们这边如果说 要想办法给你处理的话 我们这个费用会很大的 一个沙发套 就是几十块钱的东西 我要用五六百块钱的 一个人工费去给他 解决这个事情 再说这个沙发不是我们家买的 如果今天这个沙发 是在我们家买的 出现这个问题 我毫无保留的 我哪怕花个一千块钱 我也把这个事情处理掉了 他真的是无力取闹 哎呀 我说客服 我真是服了他 跟你的东西 跟我东西可能是一样的 但是此前不一样 这也是很正常的 退掉就好了 那为什么店铺客服开始说 不对外出售 之后又卖给李先生了呢 因为我这边是厂家 至于他怎么跟客服沟通的 你客服跟他肯定各自一自杀 如果不是你们这买的沙发 你们能不能零售这个沙发套脸 不零售的 因为匹配不上量 那是不是你们跟客服这边 没有讲清楚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店铺客服回复 因为不是自家生产的沙发 无法保证靠背的尺寸 和沙发套完全匹配 现在支持紧退款处理 并承担沙发的运费 那现在只能怎样子来 现在 厂家的汪女士表示 会马上把沙发寄回来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